内地和香港全面通关后的第一个五一假期 将会在明天开始 不少港人打算不上旅行 这条片将会教你怎样不用VPN登陆WhatsApp 以及怎样用港元完成电子支付 港人去内地如果要避免诸多不便 首先要保证手机有信号 最直接的方法 就是向香港电信服务供应商 购买内地流量套餐 另外也可以在香港购买内地上网数据卡 然后在抵达内地后 开启流动数据网络和数据漫游 不用翻墙就可以用到WhatsApp和其他社交平台 此外WeChat PayHK和AlipayHK 目前都支持跨境支付功能 香港用户不用在程式内绑定内地银行户口 都同样可以在内地付款 值得留意的是 港人如果要进行跨境消费 就必须进行最少一项10名认证